我們在運作的一些狀況 跟大家做一下說明 那最後當然我們連不了 還是要做一下我們的成果檢討 跟未來的展望 所以待會如果比較無聊一點 請大家介紹一下 那首先呢 連格的部分 當號稱市長提到 就是理務局從 2007 年開始 做小特務 做到工作假期開始 其實就開啟了我這個老賊的命運 雖然說我們管理處辦的工作假期 不是很多場 大概從 97 年到 100 年 我們都有辦工作假期 101 年都有辦 大概辦了 7 場左右 大概辦了 7 場左右 那經過這些工作假期 跟我們志工的接觸 還有我對人辦的步道 辦了 16 年 其實從工程 就是在手特裡面 跟大家交代那些方式 我都辦過 我工程也辦過 那有沒有失敗的案例 也是有 那時候懵懂無知 所以做書牌的步道 那也不是我所願 那是因為人家專業講說 這樣做就這樣做 那實際上是專業無 我們這幾年演變下來 你看就知道了 那在整個過程當中 我們就覺得 其實這樣子對整個步道的環境 還有在我們在行走上面的安全 跟設施維護的部分 其實是有正向的影響的 所以我個人就很想說 能夠在我們的公務生涯裡面 能夠推動那個步道志工的部分 所以我們在 99 年 其實就已經有這個動向 那剛好 居裡面也在 99 年的時候 做了志願服務高要計畫書的合定 那我們外出就跟著到志願服務計畫啦 然後也針對我們的環境文務志工 運用作業要點也跟著居裡面的 3 年計畫 就是從 97 98 99 年的 3 年的 步道工作假期推動計畫 我們也在推個人志工的部分 所以我們也跟著計畫 去做了運用作業要點的一些編制 那在 100 年的時候 終於奉局合定 在 101 年的時候 居裡面就合適說 從 101 年的月 1 號開始實施 所以我們就開始在做步道志工的帳幕工作 那我們一直到 102 年的秋天開始 我們才開始在做帳幕的工作 一直到去年年底完成訓練之後 今年終於開始在服勤運作 那這中間過程當中 當然我們是進度比較慢 但是我們希望說我們慢慢來 能夠做比較好的一些進步 那先跟大家報告一下 一定要我們依照志願服務法 去做志工帳幕的部分 我們還是有一定的規定要做 所以基本上我們就是要 檢章要準備啦 那我們的資格 還有日期的部分 全部都在檢章裡面 就要訂清楚了 比如說我們從 8 月份開始報名 我們後面排的書面審和面審 還有教育訓練 我們日期都要訂出來 所以這前面是一個很浩大的工程 我們必須要把日期全部訂出來 因為看到檢章的人 他們就知道說 我這個時間就一定要來 參加教育訓練或者是考試 所以原則上他們要報名之前都知道 日期就是這樣訂了 那接下來呢 我們通過審查之後 原則上我們要開始受訓了 我們希望跟志工之間要一個約定 也來受訓 我們希望說受訓就是以後要 從事資源服務工作的 所以我們會有一個培訓書的簽訂 那接下來也是做教育訓練 比如說我們做要點規定的 基礎訓練 12 小時 就是有關資源服務法的部分 那再來是特殊訓練跟實習訓練的部分 總共室內室外加起來要 32 個小時 那最後呢我們會有實習 實際見習有四次 全部都要參加完之後 才算是實習完成 教育實習完成 最後我們還會有一個複合 複合就是考試 就很簡單的考試 那確定考試也通過 教育訓練也通過了 那原則上我們就會跟志工簽訂服務約定書 那他就正式成為我們的國教身體的志工 這時候我們就會把名單啊 放到裡面來 他就會合給我們服務手冊 跟服務證等等 好這是我們的流程 那我們去年在招募的部分 跟他做一下報告 就是我們提起的部分 其實第一次招募有 44 個人報名 最後呢來經過書審跟面試之後 我們是錄取了 40 個人去做受訓 那最後完成完訓 然後有完成考試的就是有 37 人 那其中有 3 人比較可惜的部分 是因為實行次數不夠 還有就是比試的部分沒有過 那這部分我們今年也在努力 我們想要把他們找回來 不要讓他們熱情消失掉 那我們去年在光招募跟教育訓練的過程當中 我們的志工網實行志工 他就貢獻了 1215 個小時 如果去算 我們用的是成本教育去算的話 他去年光 9 月到 12 月幫我們領管書貢獻了 24 萬 3 千元 這是很棒的一個數字 這是我們在教育訓練的一些過程 這都是我們志工自己 自己畫的 然後自己做 在訓練的過程當中 然後另外呢 他們在訓練過程當中 他們也想要嘗試性的工作 所以他們看到現場的那個庫木 就想說你再坐個椅子吧 他們就現場起義就這樣子吃座了 所以我們可以看得出來 我們的志工他們是有熱情的 那我們有熱情的時候 我們要怎樣去推動 讓個人的需求能夠實現 那就看我們組織架構了 我們關鍵處 在目前來講 我們有三個志工隊 一個是 當然是林國度志工就不用講 另外一個是解說志工 這是我們最老的隊 他從85年開始 到目前已經146人了 另外一個是林業宣導解說志工隊 那這三個隊呢 我們在整個隊伍的運作上面 他可能會有志工要績效考核的 或者是說他有一些申部案件 他覺得我們關鍵處對他服務不大 或是志工跟志工之間 有些爭執的部分 我們會有鼻翼小組 那鼻翼小組的部分 這部分是完全由志工代表成立 那如果是有問題的話 全部都是志工自己解決 由志工來評分 我們關鍵處只有出席知道結果 這樣子 那在志工考核的部分呢 這部分人數就比較多 7到9個人 當然是由我們一級主管來召集 再來就是我們的運用課的課長 還有志工督導 然後再來就是志工代表 志工代表來組成的 那所以他是針對我們聘用任用 虛用的部分來做考核 這大概是我們整個志工隊的架構 那我們志工隊的部分呢 我們志工隊目前我們有37個人 所以我們由設隊長一個 副隊長一個 那我們有分活動組 總務組跟工具組三組 那我們的隊長跟副隊長 是由隊員之間互推選舉產生 那但是呢 各組的組員跟組長的部分呢 就由隊長自己去領選 因為這個隊伍要推動的時候 是我們要藉由隊長去推 這個隊長去運作 我們是希望說藉由這個架構 讓他們能夠自己從內部動起來 那在整個隊伍的運作上面呢 我們每年會開志工大會 去確認說幹部他們在運作上面 是沒有問題的 那幹部基本上他也要知道說 隊伍怎麼推動 所以他們要定期開會 每年就會有幹部會議 每年大概三到四次 我們是希望他們一年至少開到四次 然後我們能夠幫志工解決一些問題 也可以幫我們運用單位解決一些問題 當作是我們直接的溝通橋樑 那是我們組織架構 那在目前我們志工隊的能力狀況來講 我們可以再看一下 我們志工的年齡分部圖 分部最多的20位大概是在50到59歲的階段 所以我們志工 勞力付出的志工其實是中壯年 那男女比例的話呢 女生確實是少了一點 但是還是至少有五到六位啦 那男女的比例大概是15 目前是這個狀況 那接下來呢 就跟大家介紹一下我們志工隊的運作狀況 那運作的部分呢 我大概分為這六項跟大家做一個說明 就是我們服務地點範圍的部分 在手冊裡面已經跟大家交代了 我們管理處從西北的烏來 一直到苗裡的泰安所來這個部分 只要是在這範圍裡面的生理遊樂區 步道系統 都是我們志工隊服務的範圍 但是我們作業要裡面有另外一項就是說 如果在我們轄區範圍以外 有需要我們志工隊幫忙的 只要跟我們外出提出申請 我們就會有餘力的話就會幫忙 所以我先打下廣告 然後再來呢 就是我們的服務項目還有教育訓練 跟福利獎勵的部分 跟大家大概稍微做一下介紹 還有就是我們服務項目的部分 像我們服務項目的部分 大概就是七大項 那設施維護大概就是前面這三項都沒有問題 我們新設的設施 或者是設施舊的要維護 都在這裡面 那我們另外也增加了就是要做步道調查 因為我們在做步道建設之前 其實要先對它的資源有了解 那我們也希望說 志工他在做維護的時候 能夠了解說什麼東西是重要的 是要以人的安全為重要 還是要以環境為重要 其實他們去調查之後在現場就會討論 這部分就對他們在整個的運作上面 是會有幫助的 另外就是監測工作的部分 我們近年來的那個巡護人力其實都在減少 所以我們也希望說藉由步道志工的能量 幫我們做步道的監測工作等等 當然免不了我們會有宣傳活動 我們也希望說他們可以來幫忙 另外就是志工行政跟免工出版部分 其實我們解作志工也有這個部分的才能 我們希望說也幫他們能夠達成 這部分都算在我們的服務範圍裡面 那在教育訓練的部分 我們專業成長教育訓練 是成為我們志工之後 我們每年至少要幫他們訓練24小時 對至少訓練24小時 他們一年當中也要至少有24小時的訓練時數 才可以我們明天才會繼續提任 那我們課程大概有這七項 原則上我們還是以繁星資源 然後政策的部分 我們會有一些政策的推動 是希望說志工在現場在做服刑的時候 能夠幫我們做宣導 那比較重要的還是在我們的 步道志工進階的課程的部分 然後其他的真能力課程 我們也希望幫他們上課 那一方面我是希望說他們有能量 來幫我們維護步道 另外一方面我們也希望說 幫助志工他們能夠有自我成長的一個可能性 他們可以去達到他們自己想要達到的成就 那至於其他相關的課程的部分 我們會看我們年度的工作 比如說我們可能今年要推五痕山林運動 我們就會幫他們加強做五痕山林的教育 比如說我們要做生態語的 步道生態語的活動 然後我們可能就會針對這個部分 幫他們做教育訓練 觀看我們那一年的訓練企劃是怎樣去規劃的 那再來志工的福利跟獎勵的部分 當然這部分保險啊 交補助費啊 參費等等 這是我們在管理書這邊 一定要幫大家做爭取的 另外就是像看護啦 或者是到遊樂區去遊玩 這部分也一定要幫大家爭取嘛 那比較重要的部分是我們在每年的完成成果之後 我們會幫個人去做點數跟浮行時數的統計 像我們就會有張目獎三目獎跟寬目獎 以及年度傑出志工的部分 這部分就是說看我們志工他們自己對於榮譽爭取的部分 他有很強的那個意志力的時候 其實他們會很想要去爭取這個榮譽 那這部分呢 比如說像張目獎就是浮行點數有兩百點以上 就可以拿到張目獎 那這是一個榮譽啦 他會有個獎牌跟一個獎狀這樣子 那最後是團體獎勵的部分 這是局裡面的志工運用單位的年度成果的呈現 那在每年的年初的時候會去評選 他是哪一個用單位他們的支援服務是特優或是優的等級 那給予每個志工有適當的鼓勵這樣子 那我們志工隊的服務方式呢 大概跟大家說明一下 我們現在就是因為是個人志工嘛 原則上我們跟工作假期其實有點類似 但是我們還要規定他們說 每年至少要有服勤多少小時 就是要有三十六小時 那我們任養的方式呢 是目前是以台灣山頂幼網的後台 就是志工的家他們去做任養 那這個部分是我們後台的部分 那志工的話他從後台進來的話 這邊就會有他的帳號跟密碼 他點進去之後就可以做任養 他也可以知道說他截至今天為止 他的服勤時數跟點數是多少 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來看一下 這是我們志工他可以去查詢 我們的服勤任養的內容都會在這邊呈現 他因為這葉太長所以沒有拉下來 讓大家來幫他看你知道 這是我們的任養方式 我們在這邊就會有時間 服務地點時間跟需要的人數 我們都是排好每個月每個月的計畫都排好之後 地點都排好之後讓志工去任養的 那原則上我們原本規劃是每一次二十 每一次二十人 但是其實目前為止 服勤的人數都沒有超過二十人 大概十五十六個左右 那這待會我會跟大家報告 為什麼會有這樣的情形 那另外就是我們志工的部分 我們怎樣去做聯繫跟聯絡呢 我們的隊長很有心 我們顯得非常很有心 他在臉書上面成立了我們 環境維護志工第一期的社團 Facebook社團 那我們藉由這個臉書呢 去做很多的續期交流 比如說我們聯誼活動要怎麼辦 比如說他們在內動服勤的時候 他們發現了什麼樣的有趣的事情 或是在做工法的時候 他們發現也可以這樣做 那我們有一個志工很可愛 他也會去找一些很多國外的案例 比如說戰套指華的部分 他會給我們建議說 國外有在用鐵絲網覆蓋的部分 可以用 他就找很多國外的案例 我們在臉書上面跟大家去做討論 然後呢 我們很多活動的媽 也是透過臉書去做報名 由隊長那邊去協助做統計 所以在目前實習上來看 我們志工隊的感情非常的融洽 可以這麼說 那是不是因為透過臉書 其實也不一定 我們在每次服勤的時候 現場服勤都是說說笑笑 然後做也是很認真做 但是也是說說笑笑 有時候風言風語也很多 比如說有一次 就是我們在整那個內洞 最上整那個步道 整整那個波路的時候 我說哇你整的這麼不要 我想怎麼這麼有曲線啊 我說那可不可以順便幫我整一下 你知道我們家司工會怎麼回答嗎 他說 科長這可能有點難 我說怎麼有點難 他說你曲線大概出不來啦 你看是不是這麼可愛 每次講話都會靠我一下 那在整個執行下來 大概從 其實我們的執行行期程 是從今年的六月開始 因為上半年的部分 我們成績之後 我們還在摸索說 我們到底要怎樣去運作 後來大家慢慢摸索出來 也經過開幹部會議討論很多次之後 我們終於從七月份開始執行 到十月份為止 我們的資金成果 大概跟我們去年 在招募的過程當中差不多 那我們的執行人次 大概是也是兩百多人 就是到十月底為止 大概兩百多人 那執行時數的話 也是跟去年差不多 一些兩百四十人次 小時左右 那可是因為就是 只有統計到十月份 我們十一跟十二月份 還沒有統計出來 所以也還沒實習吧 所以今年的成果 應該會比去年好 那這個部分就是 我們在每次執行的時候 原則上要上工之前 就一定要先熱身 一定要熱身 然後這是他們在上工的行程 那這一張是 這一點比較累 因為他們做階梯的時候 我貴人不是很滿意 我就請他們重新再做一次 雖然大家現場會愛 可是做出來的成果 真的還是不錯 那這個是我們在去年 跟施浪凡假所合作的一個工作假期 也就是在東眼山 那這部分雖然說 不是我們施工隊隨便來協助 但是原則上 我們也是跟施浪凡假所 做了一個 鋪道施工的一些合作 這是我們的成果 那他們主要是幫我們 自然環境中心的場域呢 做了那個 鋪欄的更新 還有鋪道路面的升級等等 那我們在執行這一年 嚴格來講的一年 一年的過程當中 我們其實有一些想法 就是說 其實我們還在運作間 我們是新生兒 還算小Lady 所以我們還在想說 我們的運作模式 我們要怎麼辦 我們也會透過討論 我們也會透過各種可能性 可能違憲研究 或者是案例的分析等等 來看看有沒有可能建設我們 森林維護志工會的一個運作模式 那另外就是 我們在志工教育訓練的部分 經典比較不足 因為我們下半年才開始做服刑 所以我們在訓練跟活動規劃的部分 可能有比較弱 我們是希望說明年開始 藉由教育訓練跟活動的部分 來增加我們志工之間的向心力 還有我們的技術能力等等 能夠達到我們想要的目的 那另外就是 剛剛有提到說 我們今年的能量 我們當初本來揍獎 是希望把內動武傷情步道 大概兩公里左右 我們可以在下半年的部分把它完成 但是我們的志工隊只有37人 能量確實真的不足 我們今年為止只有完成 大概一公里左右的維護 那剩下的部分 因為考驗到我們年底要 農曆年前要開放 所以我們可能就會用 開口契約的方式 讓廠商進來施作 那另外的部分 我們也會搭配志工進來 就是協助 一方面也是增加人力氣 來幫他們去做步道維護的工作 另外一方面也是讓他們看看 是不是有其他的工法可以學習 這是我們想要在處理的部分 那大家一直在跟我們提 說是不是可以招募新的志工 這是當然一定要的 因為救助險的能量來講 是真的對志工隊來講負荷太大 因為我自己曾經下去帶過 連續兩天 禮拜一完全沒辦法上班 真的太累了 那還好我們的志工 其實他們有在輪體 所以我是希望說明年能夠 再把新的志工加進來之後 看看我們明年到底可以做到什麼程度 那如果明年還有機會的話 也許也可以把我們兩年的 那個志工成果跟大家分享 那我今天的簡報呢 分享的部分就到這邊 那希望大家如果待會兒有一些 可以相關一些可以交流的部分 就是在這種時候來說 再提出來 好 謝謝 好 謝謝 謝謝 沈蔡特長